因為你看這個餐廳座位圖 這一桌吃飯就有四個中標 而且當然這個計程車司機是源頭 可是你看從這個座位圖來看 其實有兩個人跟這兩岸的距離 是蠻遠的喔 那中間其他這些親友 真的坦白講運氣算很好的啦 但是有一些現在還在檢驗當中 所以你怎麼看這樣的一個狀況 現在很清楚的一些醫療報導 都已經出來了 就是你只要是密集的空間 就很容易爆發感染 所以你用月密集 其實我說實在 這個鑽石公主號為什麼疫情會這麼嚴重 就是很清楚嘛 一堆人裡面才有人感染了對不對 你就把它關在裡面的話 那當然了 所以這個算是密閉空間嘛 坐在這邊 那為什麼他說旁邊的人沒有感染 你有沒有發現他有一個特徵 什麼特徵 感染的是在他對面 對不對 對面講話我是會對這邊的 我們現在講到飛沫 就是這樣噴過去嘛 對不對 所以對面比較 旁邊的我像裴粉姐坐我旁邊就很安全 因為我講話是對著你啊對不對 我不會對著飛沫姐講嘛 所以我就跟你講說 而且我昨天也提到用一個那個 The Lesser的那個 那個現在不能翻譯成 柳葉大家翻譯成刺割針 一個學術論文裡面 他在告訴你說 他現在這個 這個武漢肺炎的這個病毒 有三種特徵 一個就是無症狀高效傳播 這個就是現在大家最害怕的嘛 因為現在各地已經傳出來 沒有症狀傳染啊 對不對 你包括說什麼大陸各地很多啊 他之前我們不是看到很多 那個畫面出來就是 那個人坐著走著走著 或站著就突然間 啪就下去了有沒有 他就是只要感染出現症狀發燒 就是心肺衰竭 就這樣掛了對不對 拍下去就不好了 那另外還有一些什麼 我們現在日本那個計程車司機 也類似這種感染你有沒有發現 之前還有一個計程車司機更誇張 他是接受媒體採訪的時候 說你現在有什麼症狀 說到一半的時候手機響起 打開之後原來他們的防疫中心 告訴他說你是陽性 你在做什麼事情 就連記者都要隔離 所以那個記者插在等我機關 所以他後來剛開始是面對面採訪對不對 一聽到說我陽性 你知道那個記者叫他說 你離五公尺遠外 你給我站遠遠的 不要站過來 真的嚇死 所以你看 而且那個台灣現在也有很多 包括這個案例 還有之前加拿大那個也是 這些都是無症狀 還有接下來很恐怖的事情 你今天雖然是無症狀對不對 那現在還有的就是 就是你好了之後 你說你康復了 出院之後竟然他還會傳染 對不對 而且他的前伏期 以前不是剛開始講說七天 十四天 現在竟然出現三十七天 五十九天 那你到底這個病到底是怎麼毛病啊 現在我們沒有辦法去掌握他嘛 對 幸好這個案子我還是要跟局管局拍拍手啦 這個案子說實在我那天就講過說 他是因為回溯 去推說之前流感的那些那些可能就是流感症狀 可是他是流感是陰性的 那你為什麼會有這些症狀 再把你抓過來看看 是不是再重複重檢查一下 你有沒有其他的一些一些疾病這樣 果然就驗出來他是武漢肺炎啊 從這個地方再開始 包括他的行車紀錄器啦 包括他的那個轎車紀錄啦 包括他的車行啦 所有的東西就開始推回去 就是說你在這個發病幾天 因為這個人說實在話 他之前發病1月27號他就有咳嗽症狀 所以更早之前就表示說你2月27號之前 你就已經有感染了嘛 那2月3號他是肺炎喔 被認為是肺炎喔 所以他不是不知道那時候是武漢肺炎喔 所以到了2月15號之後他才採檢才確認了 那那現在到底他接觸過有哪些人 我們現在局管局很努力很努力在追蹤 所以追蹤到最後你看把這些同桌的人啊 還有一些其他搭過他的車的啦 或者跟他有接觸的那些人 全部都找過來 所以我們在追蹤對不對 這樣找一找有181個人欸 對啦 那更誇張 那個現在連醫護都照顧他的醫護 也都要也都那個嘛 那表示幸好沒有院內感染 就表示說那個醫院有危機意識 他們在醫院裡面防毒就是消毒做得很好 所以沒有讓這個病病情再出來啊 那可是我說實在話 現在又開始欸 我覺得很多人是有事沒事找事做 像這位那個那個死者喔 他2月15號那天 他確認之後他就是罹難火化之後 現在傳出來說什麼 當天那個殯儀社做殯葬的 在火化他的遺體的時候穿兩層雨衣 對不對 那現在彰化縣衛生局跟那個疾管中心也出來講啊 那不可能啊 因為那天中央防疫中心的人跟火瞳衛生局的人 都有在現場處理嘛 因為那時候就已經確認說 這個可能是傳染病死掉的原因嘛 對不對 所以要用最快的方式 24小時之內要火化 而且他們那天也講 現場處理的人是有穿防護衣啊 那為什麼會傳出來穿雨衣 那是因為在火化過程 因為這個人入鏈進入到那個絲帶裡面之後 風起來就不會有感染源啊 所以他們後來在火化 陸鏈完之後在冰櫃裡面 拿出來火化的時候 那個就已經不會有傳染嘛 所以不要再以而傳而傳出這些東西啦 我昨天就聽到有人講說 現在大陸都教你說你台胞要回來 台商要回來的時候 上飛機之前 記得那個消炎藥退燒藥多吃幾顆這樣 真假啊 那一顆比較夭壽的你知道嗎 真的耶 因為他們還在嫌啦 還在講說你回來被隔離 放在隔離區的話 你那雙煮太便當不好吃啦 還在講這種東西說 非人道待遇啦 我跟你說這些人 我現在說非人道待遇 真的是不要讓他們回來 我真的為什麼我建議說 提高到一級你知道嗎 中港全部斷航啊 大陸全部斷航啊 現在還有留五個機場 我跟你講 這是吃台灣人夠夠你知道嗎 真的 這些人多少幾年前就去大陸了 以前他們去的時候 搞不好那時候 台灣剛好在流行什麼你知道嗎 勞保健保吃到飽對不對 他覺得說 台灣的健保是吃到飽啊對不對 台灣的三寶啊 所以他回來現在還在吃到飽 我們現在台灣多少人 二代健保 還要繳那個什麼什麼 什麼什麼 真的都快破產了 對啊 每次破產 提高健保費都是我們耶 對啊 那你們有沒有全力義務嘛 為什麼他們在那邊 乖得跟順民一樣 一天到晚把炮口對向台灣 公主有腳不好聽啦 共產黨就是無天良啊 共產黨就是無天良啊 你敢去喊嘛 對啊 對不對 你軟頭沾沾 一天到晚就對著台灣政府 一直叫叫叫 叫什麼叫 權利義務難道你都不懂 是不是這樣 我們就是因為你們這些台商 一直在那邊亂 一直在那邊亂 所以那個滋留在那邊 短期居留979個人 到現在沒有辦法成型 沒有辦法回來嘛 你如果大家全力一心的話 跟中共談判啊 979的人這個有短程的 有那個需要的 弱勢的老弱的 或者是有病的 要不要讓他們先回來 那你們又跟這些人在搶 這些979 979個人的話 當人是第一波回來 你們現在是在唱怎麼辦 好啦 那不搶的話 他們就告訴你說 反正現在我們沒有封城啊 偷偷摸摸就可以跑到 這五個機場啊 對不對 北京上海啊對不對 廈門啊 還有那個成都啊 你就去這些機場 啊機場之前記得喔 要出門之前喔 那個消炎藥跟那個退燒藥 趕快吃你知道嗎 那個藥效長達12個小時 你多吃幾顆就好 我真的給我氣息 這些人你看 這個是不是防疫破洞 對啊這樣很可怕 我再講一句實在話 我們對照鑽石公主好好了 我們以前台灣講說 台灣是那種不成的航母對不對 對 我跟你講 就是因為不成航母到現在為止 不能夠有破洞啦 防疫破洞啦 台灣的防疫破洞啦破洞喔 台灣會很慘啦 你有沒有發現鑽石公主好就是因為全部都密閉在這邊 台灣的人口密度跟聚集區 都會區的那個人口密度是多高你知道嗎 你有沒有看到武漢這個事情 就是因為這樣那到時候要怎麼辦 台灣你說要怎麼辦 我那天我昨天也有提到一個 所以一堆人一直在講流感 一直在講流感 我真的說對照流感你看 這個是流感的曲線圖嘛對不對 他兩個禮拜之後康復死亡人數這樣對不對 可是這些全部都康復啦 他這個中型曲線是往這邊一直位移的嘛 去康復的人會越來越多嘛 所以時間會越來越多嘛 那我們現在武漢肺炎是怎樣你知道嗎 我們這邊是兩週這邊用四週來看好了 你看死亡人數雖然不是很多的 慢慢在爬對不對 可是康復人數也沒有幾個好啊 更誇張的是這些現在是康復人數之後 好了之後他還都有病毒 那為什麼這些人都在這個中間 就是讓你不會發生死啦 很多人感病讓你不頂不動啦 穿過穿不過來 所以你看這個中型的話 他是一直向上移動的 流感是往這邊移動是康復的人 隨著時間過越來越多 他不是耶 他是染病的人越來越多 一直往上一直腫起來 你知道嗎 如果台灣這種地區的話 你說如果讓他們防疫破口進來了 那台灣的醫療資源會拖垮你知道嗎 你過不了幾天之後你會發現 你找不到負壓隔離病房 你找不到解藥 你找不到有效的那個治療方式 你願意看到台灣成為這樣嗎 我跟你講你台商你也不要吵 等到台灣防疫破口破了 哪一天真的像我講的情形發生之後 我就不相信你還會回來台灣 對不對 那是因為看到台灣現在怎麼樣 醫療好啊照顧好啊 大家要回來趁忙 我講了好多遍了嘛 就是要來趁家你真的以為台灣的健保 真的還是讓你吃到飽 所以就跟你講說不要這樣 如果台灣防疫破東看你們往哪裡跑 對所以我覺得說現在應該上下一薪啦 雖然現在疾管局跟中央防疫中心 很努力在追這些東西 也試圖很努力在防堵 可是我們明擺在那邊的破洞真的很多啦 所以政府現在是不是要考慮一下 尤其在清明節這段時間的話 他們很冠冕堂皇的理由說我要回去白夢啊對不對 你回去白夢的人你可以叫他不要來對不對 那如果大批湧進很多人耶 那由於心懷不軌的人耶 就像我剛才講的那個吃退燒藥在上飛機的耶 對不對 你不要說不可能耶 很多人在那邊工作久了 他的腦袋跟共產黨是一模一樣的耶 心腸也跟共產黨一樣是黑的耶 對不對 搞不好他早就被收買 所以我現在只是講把醜話講在前面對不對 你政府要不要提高防疫層級 很多事情要去思考啦 我在講說台灣兩千三百萬人在這個島上 現在在這個島上的人就是在這個島上 就像以前某政治人物講的 我要生在這邊吃在這邊喝台灣水 吃台灣米對不對 我要死在這邊葬在這邊 現在的人是這樣的人 那你要孰輕孰重 我發現說政府現在可能要面臨這些問題 要好好的思考 你如果沒有辦法要禁決這些東西 沒有要提升到一級 防疫防疫戰備的話等級的話 那你要想清楚 這些人回來之後 你有什麼辦法 可以把這些問題處理掉